大陆央行7月4日发布了第二季度调查报告 68.2%的居民认为物价高得难以接受 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.3个百分点 尤其是猪肉价格急速的上涨 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央行官员指出 政府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原因 但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则担忧中国的经济崩盘 央行的这份报告 是对全中国50个城市2万储户进行的问卷调查 对当前的房价水平74.3%的居民认为过高难以接受 而国家统计局4号公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 6月下旬猪肉价格与5月下旬相比涨幅达到15% 猪肉后腿价格达到了每公斤30.58元 五花肉每公斤29.72元 除土豆以外 所有蔬菜价格都上涨 大白菜比6月中旬上涨了17% 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指出 实际数字比政府公布的要高得多 7月5号新浪微博发起肉价上涨的影响投票活动 53%的网友表示会少吃猪肉减少开销 19%的人表示会变成食草动物 而中共却花费巨资大搞党庆 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网友讽刺说 共产主义会免费分房子吗 能吃得上猪肉吗 唱红歌就不用吃猪肉了 猪肉涨价撕碎国人梦想等 4号 理财周刊发表经济学家郎贤平的文章指出 资料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出栏的生猪是2.3亿头 比去年增长2.5% 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成本资料上涨也很有限 郎贤平指出猪肉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 是增发货币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造成的 那个时候真正应该担忧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专家普遍预计 6月消费物价指数CPI涨幅将超过6% 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指出 央行4号的例会声明可能即将会有加息的动作 近日 中国财经杂志发表瑞信证券 中国研究生主管陈昌华的研究文章说 截至2011年3月底 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实际已经高达166% 这对中国实际经济和银行构成威胁 审计处估算 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10.7万亿人民币 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5号表示 大陆审计数低估了3.5万亿人民币 令银行业可能遭遇更大的损失 进而威胁到信用评级 4号 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景连 发表文章指出 中共政权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 政府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 那样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 而且政绩考核标准仍然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 中共政权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这是中国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财新新世纪杂志4号发表经济学家谢国中的文章指出 通货膨胀是中国增长模式的结果 如果通胀得不到控制将会导致社会动乱 而经济观察报4号则报道 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雅生表示 中国总体家庭消费只占GDP的35% 而奢侈消费却成为世界第一第二 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 他指出 转型已经变成政府一句空洞的口号 但实际上很多是反改革的 是逆转 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抵制改革 因为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 正在受畸形制度和特权阶层的侵蚀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袁翰 萧妍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周玉林 李袁翰 萧妍采访报道